TikTok, TikTok,我不是倒數間下班的時間 聽到,聽不到,這裏是九樓報道 美國國會日前召開聽證會 傳召TikTok行政總裁周秀之作證 回應公司和中國政府、共產黨的關係 數據私隱和安全等等的問題 聽證會歷時大約五個小時 和玩TikTok一樣浪費時間 亦和看人拍TikTok一樣這麼尷尬 麥咀拍片,原因是甚麼? 一次可能是有趣,N次就是有病 有甚麼意思代表著甚麼? 可能就是代表我腦了 這位遠道由新加坡而來的CEO明顯說服不到 罕有地連成一線的美國兩黨議員 問到TikTok有沒有刪除一些被中國政府視為敏感的內容 例如和維吾爾種族滅絕有關,天安門大屠殺等等 他就這樣回答 這個類型的內容是在我們的平台上 你可以去搜尋 我會提醒你 做錯誤或錯誤的訊息 是公司的罪 我明白 他雖然多次強調 TikTok是私人公司 不受中國政府或共產黨的操控 也指沒有證據證明過 中國政府有傳取接觸過用戶數據 務求保護數據安全 他提到計劃用1.5億美金 將美國用家的數據 由美國公司監督之下 儲存在美國的領土 因為接收資訊還在說用郵寄 總部是在北京的舞公司 Bite Dance 字節跳動 這個血緣關係 在一眾議員的眼中 依然是非常可疑 情況就好像MIRROR說自己 跟李澤佳沒有關係一樣 為何你要賺錢分給他 沒有,想孝敬老人家 真沒說服力 早前有報導發現 字節跳動的員工 曾經取得少量美國用家的數據 有議員問周秀之 母公司有沒有對美國公民進行間諜活動 周秀之回應 不認同用間諜活動來形容 對呀,好奇而已 乘車看看旁邊那個看什麼 Like 什麼 難道又說我監視他了 關心他 補充回 在去年12月TikTok承認 沒有公司字節跳動有員工 透過IP地址 用APP最終一些曾經批判 報導過公司的記者位置 最後經內部調查之後 4個在中國和美國工作的 字節跳動員工被解僱 今次周秀之可以說是身負重任 畢竟歐美越來越多國家 對TikTok實施一些有條件的禁用令 所以今次其實也是一個機會 被TikTok拭除關於一些網絡安全的憂慮 不過整個聽證會 就好像情侶吵架一樣 你又你講 他又你講 簡單來說 就是講什麼都沒用 我就是不信 你的心在我的 對於美國可能強制要求TikTok 要出售所有由中國武公司 自知跳動擁有的股權 先不作出封殺 周秀智就說 這樣是不會解決問題的 只會壓制美國1.5億TikTok用戶的聲音 美國有1.5億TikTok用戶 真是好TikTok拭 因為美國全國都是3億多人 而中國外交部近日也回應 敦促美國停止無理打壓別國企業 中國政府從來也不會要求企業 或者個人用違反當地法律的方式 採集外國數據信息和情報 最後跟大家分享聽證會一樣很有趣的發現 大家登記一個APP的時候 大部份是不是都需要填自己幾多歲 就是那個要你填生理 但有些人填心理年齡那一欄 不是我 TikTok都不例外 但他怎知道你說真還是假 原來TikTok是會看你在平台上公開分享的資訊 去判斷你是不是真的那個年齡層 而如果TikTok正在做 你猜Facebook、Instagram又知不知了? 嘩!我! 所以我就想問一下 年年25應該怎樣部署的帖子呢? 幫人問的 玩不玩TikTok抖音就自行決定了 不過身為CEO的周壽之 就說不會給自己小朋友玩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Channel C App 強勢攻測中